這個A是有很多孔的 你看我的手 靜電是一般的 可能我不會用的 雖然近日本港口罩供應日漸穩定 但還有不少人長久優質口罩 像Watsons或其他香港大品牌的口罩一樣 我們就在坊間搜羅了14款香港品牌口罩 更加穩定化學界權威KCON博士 以盲質的方式 為大家檢測一下這些香港口罩品質如何 而一個好品質的口罩 中間那層溶噴布是非常重要 如果一個漂亮的溶噴布有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到當你撕開過程越難 就代表它的靜電比較強 最強的靜電會怎樣呢 就是放在手上黏住之後 令它變成掉 最強的那些是你摸不掉 第二樣東西我們會看它對著肛源 看看它有沒有洞 一般來說一個溶噴布 噴出來應該均勻 就不應該有洞 那些孔就是當它形成的時候 那些溫度差異大 那它中間有一部分噴出來就爆了 那爆了的話就會穿的了 單一的溶噴布 穿了這份布就不好了 那通常那些孔又未必那麼不幸地 就在底面部也同時穿的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有五個孔之下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複合的那些 你就不用怕 因為複合的那些穿是穿了其中一邊 另一邊也沒有穿的 那最近人人搶購的Watson's口罩 質素又如何呢 那這次這個口罩呢 其實我拿上手就已經覺得又比剛才的漂亮 它那條耳繩是比較實的 買一些扁身的耳繩 扁身耳繩通常會黏得比較實的 扁得很怎樣都不會黏的 這塊是複合式溶噴布 這是二合一 孔就有 但應該都不穿的 那淨電也有的 又不行 因為它也有明顯的孔 那我覺得都是擺第三個 Watson's口罩質素叫不過不失 那最差又會是哪一份呢 現在這個A這個 孔就有很多很密的 太過明顯了 其實很少像這一塊那麼多孔 我個人看到如果那麼多孔 應該就不會拿去做口罩 即是你浪費了 你浪費了底面 你要先把耳繩 接著它靜電其實就是一般的 但你看我的手 選完最差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哪兩款口罩最好的 究竟最後 Konboshi選擇兩款質素最好的口罩 是出自哪一間呢 開估了 就是Sample I的OZ Air Mask 以及Sample J的Classic Army I的靜電較強 靜電較強的布 也有一個孔 這款其實都屬於高質的 我這樣也沒脫掉 沒有孔 很均勻很高質的 這塊 這個是第一個Ranger 應該屬於好高質的 這塊肯定很誇張 這塊肯定是ASDM2的材料 這麼厚 但焗一點 想看所有14款香港口罩檢測評分 記得按入內門看